大名鼎鼎的所謂被詛咒的希望之聲 Hope Diamond 就是這一粒 你送給我 我想不想要 我當然很想要 當你知道它的歷史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嗯嗯 都是不好了 你還是放在博物館裡面就算了 大家聽過Annabelle 那個公仔 電影那個公仔就很噁心 很恐怖 但其實真實版那個是不恐怖的 一點都不恐怖的樣子 跟它相關的人發生很多事 拍得住這粒石 我今天想說多一件事給大家聽 這粒石就是大名鼎鼎的Hope Diamond 今時今日就在美國波士頓 它現在就在博物館裡面 我曾經去過 我去到博物館外面 但其他朋友不想進去 那我就錯過了 其實大家想起博物館就會經常說 比如大英博物館 跟著說羅浮宮 但其實我想說 美國的博物館其實很厲害的 但這一塊石 大名鼎鼎的所謂被詛咒的 希望之聲Hope Diamond 就是這一粒了 這粒不是藍寶石來的 是藍色的鑽石 你送給我 我想不想要 我更是很想要 當你知道它的歷史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嗯嗯 都是不好了 你還是放在博物館裡面算了 傳說中這個Hope Diamond 是在一個印度女神叫做Sita Sita這個女神 額頭就傷了這粒石 就被一個傷人偷了下來 這個傳說中就是咒怨的開始 一個人買了Hope Diamond之後 他就自殺 跟著有一位俄羅斯人 就在這個Collet那裡買了 就是上一手 自殺的那個 他就被俄羅斯革命分子 堆壞了 跟著另外 有一個人 他就在這個王子借了這粒石 跟著他就被他的親愛的殺了 再下了 OK 將這粒石 賣了給一個土耳其蘇達 他就連同他老婆和一個小孩 被人在火車上推了下去 再來還未完 OK 多恐怖 另一個蘇丹 將這個石送給另一個人 那個人是被監禁和折磨的 有沒有死到不知道 跟著 一個土耳其的侍從 因為保管這粒石 他後來又被吊死 法國有一個公主 他大過而已 他大過而已 他沒有擁有的 OK 就被法國大革命的時候 那些暴徒強姦和殺死 我不用再說了 其實還有大把 所以這粒石 去到後期 大家都覺得 你很漂亮 不過我就覺得 我沒有這個福氣勇給你 不如你坐在博物館裡給我們看吧 或者有一個 大家聽過Anabelle的公仔 電影那個公仔很噁心 很恐怖 但其實真實版那個是不恐怖的 你知道嗎 一點都不恐怖的 跟他相關的人發生很多事 拍得住這粒石 而另外還有 在另一個博物館又是有另外一個公仔 那個還要是一個布公仔 然後你不相信 你嘲笑一下他 試過有人就是這樣 然後回家途中就撞車 還有很多很黑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那個博物館 裝著一個布公仔 還有很有趣的水手裝 很多人是真是懺悔信的 寄信回去 博物館就貼出來 因為反正用的都是 所以這個世界 你平時買東西 你幸運就這樣買沒事 但是你有機會就像這位外主這位媽媽一樣 剛巧買了一塊石頭回來 那塊石頭裡面本身有靈體 而靈體因為媽媽和她的先生沒有這個業力 她就沒有受到干擾 但是女兒有嘛 就能干擾到女兒了 所以當初她發個WhatsApp 她初時以為是房子的問題 其實不是 高我講得很清楚 是這一塊石 這塊石九六年已經拿了回來 現在要留意的是你買一塊石頭回來 當然你不要說你去超市買一棵菜都要做淨化 當然不用 是她本身是一個有歷史的東西 所以大家都有聽過 買古董傢俬回來 然後她就鬧鬼 有這種情況 為什麼呢 你可以想像她有歷史 那就是她過去有主人 而她過去的主人發生什麼事 是明顯不知道的 而那些主人她過了生之後 她不是很順利地投胎 那我留年她去找一塊東西住進去 往往就會選一些硬的東西 比如說水晶 傢俬那些 或者是神像 比如說那些公仔那些 人形 吸引 那麼有人會接收我 明白嗎 所以這三個東西是特別高風險的 而這三個東西 就是特別是需要整化 新傢俬 我就講看人 來看看它的